好 狗語語言 太好了 今天請永恆 那個 那個 才開口沒講幾句話 李永德報告時間被打斷 因為客語報告 可不是每個人都聽得懂 李唯有意見 不是每個人都有翻譯機啊 好 那個李唯 因為之前其實都會 我們都是讓 因為客語盡量讓大家能夠 嘗試去學習 所有尊重 靠翻譯機聽翻譯 什麼翻譯機這麼神 原來這只是一般的無線機器 還要靠現場的人員 一句一句的即時翻譯 但只有拿到機器的人 才接收得到 那現場其他人員 或是看轉播的民眾 不靠翻譯機聽得懂嗎 其實頭到尾 我們都一點點 都沒有其他的想法 就沒有歧視 甚至於什麼變成 這個又回到過去 什麼威權時代 好意被說成歧視立委 好無奈 平時氣息暴力的李主席 如今姿態超低 有話要說 我們推廣客語來講 也算是一項很大的一個挫折 不過說我一直強調說 這裡是一個立法院 所以我們也尊重立法院的 整個委員會的決議 力推客家文化 但敏感議題 大家小心應對 就怕風向被帶歪 騎士火燒到自己 記者是小孩重越台北採訪報導